在不在 在 不好意思 春日操散 不是沒道理 針對勞工紓困 中央匡列500億預算 原定發放50萬份 10萬元金額貸款 如今傳出佳音 阿孫部長他在這個 勞工貸款的部分 也送了勞工陪伴 一個很大的禮物 匡列了這個500億 的融資貸款額度 然後可以均工給 50萬的這個勞工朋友 額度已經快滿 阿孫部長覺得就是說 還是有需要 也許還會再加碼 很快就會提出來 政府的美意引爆 勞工族群熱烈迴響 幾乎全數申請完畢 對此 政委公民心宣布 在勞動不力挺下 將拍板再度加碼 但是我們還是跟這個 部長討論過以後 決定會再加碼 那這個加碼的額度 我想部長很快的明天 會在我們的這個紓困平台 會來做一些討論 就會提出來 所以確定會加碼 三年還款 投年免息的大力多紅包 到底加碼多少 政委賣關子 宣布勞動部 13號將提出明確方案 提報紓困平台討論 一舉公布好消息 董政委 愛你喔 謝謝太宗布導